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因為一起讀 我在頻道裡比較常講亞洲人的一些文化上在北美發生的一些弱勢情況之類的 但我覺得也不能只有講那些 所以我們今天講一講是在美國有去特別去立法來禁止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頭髮的種族歧視,對於頭髮的旗艦歧視 那這個東西既然可以用法令來ban他,我覺得也蠻了不起的 所以這種黑人頭,就是黑人辮子頭 我這邊就有看到,所以我這邊已經有一個主題標籤,一個hashtag叫dreadlock 以前Jeremy Lee也弄過,林書王也弄過 然後還被一些黑人NBA球星取笑過 那這個東西我以前也曾經做過別的影片講過 那個就先,所以我們先撇過不談 總之我們看到這就是黑人辮 那這個黑人辮子,其實這裡再說的就是在美國有些州啊 已經立法禁止你不可以歧視人家有這個頭髮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我覺得這還是有 因為這個,這還是他們在司法改革上的一部分 然後以及就寫一篇這個文章的這個女性 他就描述了他從小到大,所需要經過的一些這種心路歷程 就是 因為我們都會去 想要去 配合國際間主流社會的美的標準來改變我們自己的樣貌 所以我們等下就會看到一個詞就是以歐洲式的美的標準 來過我們的生活 那在這樣的壓力下 很多人就會去改變這個樣貌來 變得比較像歐洲人,所以 很多很多很多的 人會把頭髮染成黃色 呃,金色 不應該要黃色,金黃色 那你說有沒有外國人染黑髮?當然也有 例如說哥德派或之類的,他們就好玩 可是說真的,往金色方向染的人會不會比較多? 或許吧,我真的也沒有統計數據 只是我真的會覺得,有時候我們看到 我非常喜歡黑髮,所以我個人 我這邊沒有染過頭髮 但我也沒有要抨擊染頭髮這件事情 可是我還是有時候心裡面默默的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喜歡我們自己的樣貌 We should like the way we are 而我覺得黑髮很讓我驕傲啊 所以我從來不會想染頭髮 可是你說染頭髮有什麼錯嗎?也沒有啊 那如果染成金色,一頭金髮的話 那你難道就是去配合大家 去變成一個歐洲市民的標準嗎? 可能你並不會覺得 但如果今天你被貼這樣一個標籤的話 或許程度上也沒有誤會你 好,或許我講這有點冒犯到人 但不管,我們就看文章吧 所以這邊的,這是一個opinion的piece 我們就先看他的title How the fight for natural black hair became a civil rights issue? 所以這算是提了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fight怎麼會變成一個公民權利的議題呢? 這個fight,這一場抗爭怎麼會變成一個公民權利的議題呢? 這個抗爭這個fight是什麼? 這個fight是for natural black hair 所以天然的黑髮的抗爭的鬥爭 鬥爭聽起來奇怪 這個過程怎麼變成一個civil rights issue? 所以civil rights就是民權人權 人權議題 那下面有一個小標題 More states are beginning to protect black Americans from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ir hair type It's long overdue 所以很多的越來越多的 states 就美國的很多的州 Beginning to protect black Americans 來保護著美國黑人 保護他們不受什麼東西的欺害呢? from discrimination 而這個discrimination is based on their hair type 就是立基於他們頭髮的這種discrimination 而這個東西啊 早該發生了 所以 有一個片語叫long overdue so if something is long overdue 就這個東西啊 已經 已經遲到太久了 ok 遲到太久了 overdue這個詞其實是在以前那個圖書館啊 或者是還有租影片blockbuster的年代 都還是很常貼到一個詞 現在銀行裡面大概也會有啊 就是欠一個什麼費用然後不繳 overdue 所以過期很久了的概念 due就是該到期了這樣 Alright 所以我們往下看下去 前面講了一些事我們不知道可能也無所謂 其中一件你大概知道 amid coverage of the disturbing death of Daunte Wright and the trial of Derek Chauvin the officer who killed George Floyd 所以在這一些新聞報道中 所以有一個人就是他叫Donte Wright 我一直講錯字 那他的死亡這個新聞我不太有follow到 所以我現在不好解釋給你聽 下一個我就知道 下一個就是 一個人的一個警察上的法庭 the trial of Derek Chauvin 那好像已經被定罪了 所以Derek Chauvin是誰呢? 他的名字還真很有趣 因為Chauvin這個詞就是沙文主義 所以他叫做德瑞克殺文 他上了trial為什麼? 因為他殺掉了一個名字 一個人叫George Floyd 你應該聽過他 總之就是他用膝蓋抵住他 把他按在地上 然後抵住他的脖子 然後說不行不行我要死掉了 然後開始哭叫媽媽 結果後來真的就死掉了 所以這是Black Lives Matter的一個很核心的一個事件 所以這個 所以在這一些的報導中 amid這些coverage中 怎麼樣呢? It's no surprise that a recent civil rights victory has gone largely overlooked 所以我們就並不驚訝 一個最近的民權的議題 人權的勝利 他甚至說 a recent civil rights victory has gone largely overlooked 所以something goes overlooked 就是這件事情啊 沒有被人家關注到 Overlooked就是漏看 所以前面說的 有這些報導中呢 所以我們就非常不驚訝 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勝利啊 被大家給漏看了 被交給忽視了 On April 13th Delaware became the ninth state in the U.S. to ban hair-based discrimination Delaware是達拉威州嘛 反正美國為一個州 所以他變成了第九個州在美國 來禁止這個hair-based discrimination 就以頭髮為基礎的這個歧視 With issues such as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domina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issues like hair discrimination may seem quaint to some 所以很多議題 好比說是像是 這個justice reform 其實就是司法改革 所以我這裡 我這邊有一些詞 本來就要告訴你 司法改革就是justice reform 那justice reform有很多層面 司法改革很多層面 司法改革 什麼樣的層面 就這邊有強調是criminal的 所以他們現在 常在講的一個議題就是 什麼事情才該是 有罪化跟無罪化 所以很多東西該除罪化 例如說 大麻的使用 大麻的使用 一些毒品的使用 除罪化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 這個東西才真的是 主導著美國的政治的這個論述 所以頭髮這個東西啊 大家都沒怎麼看到 所以我再把這個句 讀一次給你聽 with issues such as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domina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所以論述 政治論述 political discourse 好 所以在司法改革之類的 就犯罪司法改革上 主導著政治論述的這個狀況下 so with this dominating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issues like hair discrimination may seem quaint to some 這個quaint的意思就是 有點點模糊看不清楚 所以這樣的議題呢 可能對他來說是模糊不清不太清楚 but it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next frontier in the quest for ra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但他事實上代表著 it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next frontier frontier 就是前線 打仗的前線 他就是我們下一個前線 in the quest for 就是在我們什麼的任務中 ra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所以在我們的公平正義 在種族跟經濟議題上的公平正義 的這個quest 是我們下一個frontier as a testament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ssue 下面這個算了 OK 下面這個部分講了一些 大概不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不能說不重要 只是我覺得說 在學英文上來說 下面這段有一點點 不太是我們想要探討的東西 我想要講的有一個詞 這個詞先看一下 spearhead Yes 正好在這裡面算了 所以總之呢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基金會 他成為了這個領頭羊 來阻止 來停止 跟頭髮有關的這些歧視 所以我想要講這個領頭 領頭羊之類的這個概念 當然我沒有要講羊這個字 但領頭這個字 我們就叫他spearhead 他可以很OK的當一個動詞 spearhead 當一個動詞 so somebody spearheads something else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稍微 把他造一個句子 句型給你看 somebody spearheads something else 所以這個動詞 就這樣子用 他是一個極無動詞的用法 或者你也可以常寫說 這個東西是被誰領頭的 so something is spearheaded by something else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結構還不錯 這個動詞蠻好用的 領頭 那再強調一下 spear這個詞就是 武器的那個毛啊 叫做spear 那毛上的頭 啊不就是毛頭了嗎 那你會想 毛頭 不是中文有個成語 毛頭對著敵人 毛頭 那這個毛頭 跟英文這邊這個毛頭的用法 就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所以你不可以把中文的毛頭 所以你不可以把中文的毛頭 講成英文的spearheads 然後把它用成中文毛頭 對著誰的那個意思 那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 so there's this fund 這個經濟會 基金會 has been spearheading efforts to end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hair texture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hairstyles 所以頭髮的texture 以及後面這個很重要 所以 culturally specific hairstyles 所以在文化上獨特的一些髮型 我們要終止對他的氣勢 所以這個詞還不錯 ok 那下一個我要跟你介紹的詞 事實上就是 我們剛剛這邊有留著 大概就是 歐美式的美的標準 好我們要看到這邊這一段 所以這邊 所以剛剛講的那一段 下一段他就說的是 對於那些 我們 對那些一直在成長過程中 必須要調整自己去配合 歐洲式的美的標準的這些人們 就像他說他自己 所以這句話要講一點 so for those of us with hair that doesn't fit eurocentric beauty standards we know why it matters 好這句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 eurocentric beauty standards 所以 以什麼為中心 以歐洲 所以這裡有一個 一個字叫做eurocentric 就是以歐洲為中心的 我沒有把這個翻成中文 翻得那麼精準 什麼歐洲為中心的 因為我覺得太繞扣了 so 我這邊就直接說了 eurocentric beauty standards 所以就是歐洲中心的美的標準 so for those of us with hair that doesn't fit eurocentric beauty standards 所以我們那些人 而我們的頭髮 並沒有符合著 剛剛講這種美的標準的人 we know why it matters 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把下面 就比較沒有太多的 聲詞 我先把下面他講的這個小故事 讀完一下給你聽 so like many black women i began being subjected to painful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to straighten my hair as a child it wasn't until adulthood that I understood the goal between those of us raised spending Saturdays at a hair salon having our hair cowed into submission and our non-black counterparts 這兩句話 所以 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動詞 想講給你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 就像很多黑人女人一樣 i began being subjected to painful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to straighten my hair as a child 他開始 這邊這個詞就叫做subject i began being subjected to painful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to do this 所以他開始了 所以這個subject這個詞到底怎麼用 或者這邊的動詞用法叫subject 我這邊就很想要花幾分鐘講一下 因為真的不是非常簡單好懂的東西 我記得我以前影片也用 也說過 但我們當然不可能講過一次又不再講 我每個禮拜在做影片的人 那遇到我就想講 這樣你就會了 會了以後你把它內化 從此以後你就不會不懂這句話在說什麼了 那我們現在來理解 這個字當名詞用的時候發音是subject 那它的意思就是有物體物件甚至是主題 也可以想像成是做一個實驗中的實驗體好了 所以我就這邊寫一個實驗體這個詞 實驗體 所以它就是subject 所以如果今天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找20個人來 找20個男生來好了 然後給他們喝 i don't know 給他們喝牛的小 然後跟他說這可以養顏美容 然後我說這不是牛的小 這是一種新的化學藥品 然後他們就 喔怎麼那麼新 靠北可是可以養顏美容喝下去 男生喝養顏美容好像怪怪的 但不管了 或者喝了可以撞羊好了 所以我要把這個句子寫 這個故事講成一個英文句子就是 20個男人成為了牛的小的這個實驗體 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就可以說 20 men 20個人 were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 所以這個句子應該非常好理解 它就是我的實驗體 20 men were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 那我給他們喝牛的小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能夠換一下說 20 men were 然後下一個詞呢 這邊是一個 應該比較算是一個形容詞的用法 20 men were subject to drinking cow sperm OK 喝牛的小 所以這個句子就叫做 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b動詞 subject to 受詞 希望你看到在說什麼 所以這裡就是 x呢是y這個東西的受體的概念 因為我們剛剛說實驗體 受體嘛 承受的實驗這個過程嘛 所以x is subject to y 也就是x呢是y的受體 承受y 我在這裡就插一下體 我必須要講另外一個人生中常看到的一個例句 就是我們有時候簽一些合約 尤其是你電信業的那種 台灣大各大重要電信的那種合約啊 合約上就會寫這個不公平的條款就是 這個合約裡面呢 的一些條款可能會有改變 而有改變的話呢 不用你再簽一次名 而且不用告知你 總之變就變 我們可以單方面變 你不需要參與其中的決定過程 聽起來不公平吧 沒錯 可是事實上 合約裡可能真的會有這句話 那這句話就是完全保護著邪惡的那一方 所以我就把這句話寫給你看 你就會看到說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我寫的比較白話一點 within this contract 所以contract是合約 合約裡的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條款啊這些的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就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樓上這句話的 基本上的一個很簡單的 把它的那個肉填進去 所以樓上這句話的一個這個 這樣的用法 你把那個肉填進去呢 就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主詞這邊的就是 contract裡面的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所以這邊這個to change的change並不是 這不是動名 這不是那個不定詞 這邊這個change是個名詞 ok 就改變 然後不用告訴你 without notice 好所以這個是形容詞的用法 可是我們也可以啊 把它變成動詞的用法 對不起我覺得這段可能你會覺得非常無聊 可是要是你有心學一點點文法的話 這邊是對你我相信是有幫助的 你看我剛剛講了 twenty men were subject to drinking cow sperm 剛剛有看到嗎 所以二十個男人 就是喝cowsperm這個動作的受體這樣子 那我再換個方式說 我可以說成是我是 你知道我是科學家做實驗的這個主導者 所以我就讓這二十個男人來喝cowsperm 來喝牛的小 所以我就可以說 the crazy scientist 這個瘋狂科學家 subjects 動詞出現了 發音也不一樣了 subjects twenty men 所以這個動詞的授詞 就是 我該怎麼解釋它呢 我覺得你應該看懂這個句子 我再把它切完齁 to drinking cow sperm 這個句子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瘋狂科學家 subject了二十個人 來承受 drinking cow sperm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subject 還是有那個主體 受體的概念 只是你這個受體啊 就是我把這個結構寫一下好了 所以這邊這個結構就是 x subjects y to z subject沒答對 對不起 ok 我試著很努力解釋一下 就是x呢 把y這個東西去承受z 把y當成z的 受體 主體 實驗體 so x subject y to z 有看懂了吧 所以我能不能把這個句子也寫成被動的 所以又變成了 y is subjected to z 那這個by x也不用寫了 這樣有懂嗎 所以其實是可以寫成被動的 那既然寫成被動的 你應該就終於可以看懂 裡面這個句子在說什麼 I began being subjected 他這裡寫的是被動的進行式 所以還可以加個bing在裡面 那怎麼進行式的處理 我就先不要告訴你 算了這有點扯太遠了 講得太深了 我們這個兔子洞越爬越深 rabbit hole 但不管 所以like many black women I began being subjected to painful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to straighten my hair as a child 所以希望你看得懂 他把自己當成一個受體 那他承受的部分呢 就是很痛苦的這一些 那些產品 什麼產品 hair products 就你知道有一些化學用的產品 可以讓你的頭髮變質 所以這些hair products so the painful products and procedure 以及處理的手段 來把頭髮弄質 所以對於這個黑人小女兒來說 擁有著Q摸捲髮 是一個 不是一個歐洲的美的標準 所以他就很想要讓自己的皮膚變成 不是皮膚 就是頭髮變成這個質的 我還聽過一個令人很心碎的故事 我很小的時候聽說 就是 好像是在美國曾經得過文學獎 還之類的一個作品 就是一個黑人小朋友寫的 他就說身為一個小朋友 他在第一次上學 還是反正在學校裡面看到這麼多白人 然後他們覺得他很漂亮的時候 他第一個回家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洗澡 他希望可以把皮膚 黑皮膚洗成白的 所以種族歧視或者你感覺到的種族歧視 或者你自己加入自己在自己身上的那種 因為你的美的標準跟別人不一樣 而你覺得他是對的你是錯的的時候 你會對自己做的事情 在旁邊你看來是瘋狂 而且沒必要 可是當你是這個人本身的時候 You don't know that OK You don't know that 這我們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至少這一個很舒服的亞洲環境長大 We're proud of who you are We can be educated to be proud of who we are Who we really are You know be proud of the way we look The way we speak The way we behave in society We can all be proud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familiar with But once you're thrown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re You know the philosophies that you hold on to Become subject to change 正好用到這個句子 OK OK become subject to prejudice Become subject to 我應該念是subject 這個名詞的用法才對 對不起 So if your thoughts Your ideas Are subject to prejudice Are subject to a different social value system What are you gonna do 你會怎麼辦 So the first thing you may think of is probably You wanna change You wanna fit in 你需要去fit in 所以你就會改變你自己 And that's not a good thing That's never a good thing So anyway So it wasn't until adulthood 直到成年了之後 他才 understood The goal between those of us Respending Saturdays Out of here salon Having our hair cut into submission And our non-black counterpart 直到他成年之後 他要了解到這個 Golf between 我們需要禮拜六 在髮廊裡面弄頭髮 以及那些不需要做的 他們的這個相對等的對象 對表對象 所以Golf的詞 事實上是海灣的意思 就是那個墨西哥灣 或什麼灣 所以在這兩個之間 在我們跟那些人之間 海灣般的遠 There's a goal between those of us Doing this and those of us doing that 這樣子 Alright好 這講了 洛洛常講蠻多 尤其subject或subject 這個字講了半天 那希望 沒有讓你 沒有逼到你把這個節目關掉 希望你有把它聽完 然後把它好好的記起來 希望你有 因為subject 或者subject這個詞的用法 真的也不簡單 我剛剛在講話的過程中 可能都有些口誤 I apologize 可是我也不想要去Edit他的 因為 老是犯個錯 只要你聽得出來 或是我有告訴你 你也知道 說不定你還可以替我出出錯 你可以聽得出我 剛剛哪裡一直講的是錯的 發音上來說 對不起 But anyway 這篇 我就講完了 然後Upload上去給你看吧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